FWC 財治通訊社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FWC 財治通訊社 我是今日主持 跟大家分享之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或者有沒有用過這幾部電話呢? 昨天我還問家人借了他們以前用過的call機 是不是見到馬上回憶回來了呢? 現在一說起手提電話 四周每個人都在用Apple、Samsung 華為等等這些牌子 但智能電話興起之前 Nokia一直都在清白手機市場12年 而且Sony Ericsson 更加一度成為年輕人的潮流指標 當時有很多年輕人 為了可以免費傳送和收一些SMS 更加一起轉換同一間電訊商 到底風魔一時的Nokia和Sony Ericsson 到底現在去了哪裡呢? 想知道是甚麼呢?繼續留意看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Nokia的首款真正量產的手機 Nokia 1011在1992年上市 當時創立了一個簡訊功能 可謂一個革命性的創新 除了手機需求越來越大 1994年Nokia在紐約上市 同年推出了2100系列的手機 全球熱銷2000萬台 相比預期C10萬台 整整高出50倍 而且Nokia是第一個 裡面設有遊戲的手機箱 我想很多人應該有玩過他們的 探食射遊戲 2007年6月 Apple推出了他們第一代的iPhone 令傳統手機對於市民 失去吸引力 面對著一個競爭強烈的手機市場 Nokia的反應比較緩慢 直到2010年才推出智能手機 直到2011年 推出了一個新系統叫Migo的時候 手機龍頭寶組早已已經讓給Android 市場上已經很多人都在用Apple Samsung等等這些牌子 而且他們還選擇推出了一個 智慧型的低階機種 被開行一些高端路線的智能手機龍頭 他們現在推出的智能手機 有1000元便可以入手 的確可以打通智能手機的入門便宜價市場 而且Sony Ericsson的神話 有一種年輕人大器 Sony Ericsson重視的就是音樂體驗 影音體驗和娛樂概念 當時MP3還未出生 Sony Ericsson Walkman 提供了一些好高質素的音樂 主打行動音樂 令一班愛音樂的年輕人都會買Sony的機 除了智能手機的出現 Sony Ericsson開始逐漸轉型 到了2011年10月 Sony宣布同屬ERICSON達成一個協議 就是收購ERICSON的Sony Ericsson股份 到了2012年 Sony推出了Xperia系列的智能線畫 已經全面改用Sony的Logo 這件事就見證著Sony Ericsson搭入一個新的理程碑 雖然Sony未遭到智能手機的龍頭地步 但它手機一直都有忠實粉絲支持 亦總有了不少好評 尤其是畫面和螢幕特別出色 它有4K螢幕支援 令你們覺得解像度、密度更高 很多時候其他手機商為了續航 不會以高解像度顯示 而Sony就解決了以上問題 而且在影相方面 前鏡或後鏡頭都能夠做到高解像度和高清晰度 雖然Sony擁有高技術 但它的售價比起Samsung或Apple這些品牌都比較便宜 大家對於Nokia或Sony的改革 你們有支持嗎? 你們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用字熟絲孔的蝦子 明字熟絲通邊